中老铁路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交通技术设施 1月16日,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成建的中老铁路、国内段玉莫铁路、立新寨四线特大桥顺利合隆 这是全线首座合隆的四线特大桥,标志着该铁路又与重点工程取得突破 立新寨四线特大桥位于云南省原江县,全长952.8米,共有24座桥墩 大桥两端分别与立新隧道和月牙田隧道进出口相连 20号至24号吨为现胶悬碧梁,跨度80米,最高吨71.9米,最深装机60米 立新带四线特大桥,最大的施工蓝点是23号到24号上跨昆末高速施工 施工工程中,我们克服了特设量大,连续下坡和24号桥台为与高速公路边幅的施工蓝点 施工工程中,我们采用了前方的挂篮,确保了行头的安全和施工的安全 在施工过程中,中铁隧道局集团严控施工环节,严把施工质量 采用挂篮悬管法,拖架线交法等工法进行混凝土胶筑和钢构件焊接 确保立新寨四线特大桥顺利合拢的节点目标 据悉,玉墨铁路北节云南雨西南至中老边境的中国墨罕口岸 并与在建的中老铁路老挖断相连 线路全长508公里,为国家一级电气化铁路 开行旅客列车速度目标值160公里每小时